关于好莱坞恋情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 还没开始就已结束 但这几对著名夫妻无疑是特例 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受了时间考验 一起来看看你的偶像有没有上榜 从这一对开始 1.沙马海耶克 Selma Hayek和法兰索瓦亨利·皮诺特François Henry Pinot 沙马海耶克于2006年在威尼斯的一次活动中 遇到了法兰索瓦亨利·皮诺特 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相遇 他们曾短暂碰面但没机会深入认识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海耶克承认他并没有对皮诺特一见钟情 然而在他们开始从足球谈论到科学到一切以后 他就迅速坠入爱河 这对幸福夫妻于2009年在美丽的威尼斯凤凰剧院完婚 现在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十年后感情仍然很好 2.碧杨斯·比亚西和杰斯·JZ 这两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力量组合 跟任何牢固的恋爱一样 他们从友情发展成爱情 碧杨斯在接受17杂志采访时说 他18岁时遇到了未来的丈夫 并从19岁开始与这位著名的饶舌歌手约会 然而有谣言说他们的恋情在热门歌曲 O3 Bunny Clyde 及 Crazy in Love 夺得榜单后开始 尽管如此 这对夫妇一年之后才正式公开他们的恋情 并在2004年的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上一起献身红毯 但他们一直等到2008年才步入礼堂 他们到现在仍然享受着一同生活的时光 并养育了三个漂亮的孩子 3.杰西卡·艾巴 Jessica·艾巴和凯许华伦Cash Warren 杰西卡·艾巴近11年的婚姻始于2004年 那年他在惊奇四超人片场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凯许华伦 华伦当时担任这部电影的制作助理 他立刻吸引了杰西卡的注意 他向科梦波丹大都会杂志透露 遇到华伦之后 他立刻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 告诉好友他觉得好像认识他很久了 而且还会在他的余生中了解他 他说的没错 这对夫妇在2008年结婚 从此以后形影不离 这位女演员说 幸福婚姻的秘诀很简单 尽可能多在一起 营造浪漫氛围 记一下了 4.克劳蒂亚雪佛 Claudia Schiffer和马修范恩 Matthew Wong 超模克莱蒂亚雪佛 已经与电影制片人马修范恩结婚17年了 再一次证明世上有真爱 一次采访中 克劳蒂亚说 见面时他对马修一见倾心 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 一直到他们初次见面 16个月后的超完美求婚 为了给克劳蒂亚惊喜 马修委托他最喜欢的一位艺术家 做了一幅嫁给我的画作给克劳蒂亚 当然他答应了 他们于2002年结婚 他们现在已经有三个令人羡慕的孩子 但眼里仍然只有彼此 5.莎拉米雪尔吉兰 Sarah Michelle Geller 小弗莱比普林兹 Freddy Prince Jr 还记得经典恐怖电影 是谁搞的鬼吗 好吧 你可以感谢这部电影了 因为它不仅让你独自回家的时候 疑神疑鬼还制造了我们90年代的终极夫妻 莎拉米雪尔吉兰和小弗莱比普林兹 他们于1996年在片场相识 并开始成为密友 约两年后 他们计划与一位共同好友共进晚餐 但好友在最后一刻放了鸽子 哦 糟糕 莎拉和小弗莱比决定还是一起吃晚饭 结果就爱上对方 而且回不去了 正如他们两人后来承认的那样 他们的友谊为浪漫关系奠定了坚定而健康的基础 他们于2002年9月1号结婚 今年即将庆祝结婚17周年 天哪 时间都去哪儿啦 这对好莱坞夫妇已经结婚近19年 正如丽塔琼斯回忆的那样 1996年法国多维尔电影节时 他被告知搭档麦克道格拉斯想见他 但他们的第一次碰面根本不浪漫 因为道格拉斯擦身而过 而且甚至没有注意到他 但是他们的共同好友 另一对著名夫妇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Antonio Banderas和梅拉尼格里菲斯 Melanie Griffith 在私人晚宴上介绍他们认识 再次悲剧 这次的约会并不顺利 因为道格拉斯后来承认 他的俗气搭讪直接断送了他的机会 丽塔琼斯第二天就要离开 天哪该是多糟糕的搭讪台词啊 但是道格拉斯没有放弃 而是送了鲜花和歉意 他们的浪漫关系从此开始 现在只要有人问说 怎么认识另一半时 都有一个好故事可以讲 欲望城市明星 莎拉杰西卡派克于1991年 在纽约的一个派对上 遇到演员马修伯德瑞克 他们很快就迷恋上对方 并开始约会 六年后 他们邀请了他们的密友 和家人参加派对 其实就是他们的秘密婚礼 派克穿的那件黑色连身裙 与各种迷信说法不一样 最后证明这是他的幸运服装 因为这对夫妇将在今年 庆祝他们的22周年纪念日 这位女演员承认 他们的秘密是相互尊重 绝不较劲 嗯 确实有效 好吧 这对幸福夫妇 不属于一见钟情的类型 布兰奇承认 他和厄普顿在社交场合 互相认识 而且一开始 并没有真正合得来 然而一段时间以后 这种相互讨厌 变成了相互爱恋 他们在1997年结婚 根据布兰奇的说法 他们的婚姻幸福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共同兴趣 彼此坦诚 对这对夫妇来说 这似乎很有用 因为他们在结婚22年后 看对方的眼神 仍然爱意满满 9.丽莎库卓 丽莎库卓 和迈克斯特恩 Michael Stern 起初 丽莎库卓和他现在的丈夫 迈克斯特恩 看起来并不属于彼此 他们在80年代后期见面 当时斯特恩来接 库卓的室友约会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这位六人型的女演员 承认他一见钟情 但他选择了隐藏感情 因为他的安恋对象 震撼他的室友约会 6年后 他们再次相遇 这一次他们心有灵犀 这对夫妇于1995年结婚 从此成为完美爱情故事的缩影 10.凯拉·赛吉维克 凯拉·赛吉维克 和凯文·贝肯 凯文·贝肯 虽然这对夫妇 今年将庆祝他们的31周年 但1987年 他们第一次在 柠檬天空片场见面时 贝肯并没有给赛吉维克 留下深刻印象 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 而且终于赢得芳心 他们在第二年 也就是1988年完婚 赛吉维克称他们长期幸福婚姻 归功于几个因素 无论出现什么冲突 他们都恪守承诺 而且花时间在一起 以保持感情活力 这真是不朽之爱的秘诀 11.莉塔威森 Risa Wilson 和汤姆汉克斯 Tom Hanks 莉塔威森出现在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 情境喜剧 亲密伙伴周时 这对爱侣首次见面 但当时 汉克斯已经是一位 丈夫和父亲 所以他们的关系 仅止于工作上的合作 然而命运对他们自有安排 约四年后 他们再次相见 当时他们都在拍摄喜剧 志愿者 这一次他们立刻互相吸引 即使他们早在1988年结婚 他们对彼此的爱和吸引 丝毫未减 真希望所有情侣 一起度过了30多年后 仍然如此快乐 12.姐美里·扣蒂斯 Jimmy Lee Curtis 和克里斯多夫·葛斯特 Christopher Guest 这对好莱坞情侣的爱情故事 精彩得像一部电影 一切从扣蒂斯25岁时开始 那天他在滚石杂志上 看到一张帅气男人的照片 他立即告诉他的朋友戴布拉希尔 Debra Hill 万圣节的制片人和合作者 我要嫁给这个家伙 嗯 希尔告诉他 他们两个属于同一家经纪公司 所以扣蒂斯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 并要求把他的电话号码传给葛斯特 然而 后者从未打电话给他 过了一阵子 他们在西好莱坞的一家餐厅巧遇 很快就开始约会 扣蒂斯可能是一个先知或者之类的吧 因为他在五个月后的1984年 与那个家伙结婚了 多好的一个故事 13.梅丽史翠普 Meryl Streep 和唐加梅尔 Dongomer 传奇女演员梅丽史翠普 经历悲剧后意外地找到了新爱情 当时他爱的男人死于肺癌 所以他决定换个环境 并离开他们一起住了三年的公寓 并向他兄弟的朋友寻求支持 那个朋友正是唐加梅尔 他在外旅行 所以他住在他的房子里 加梅尔回来后 他就打算搬出去 但他说服他留下来 并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 没多久 他就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史翠普 这对夫妇后来于1978年结婚 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对方 这位女演员承认 她一直与丈夫分享她所有的问题和恐惧 并坚信这种开放的沟通 是健康关系的关键 好的 我会说41年的幸福婚姻就是铁证 奶队名人夫妇是你的榜样 在下面的留言区让大家知道吧 记得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